哇! 剛才看到電影這個片段尾段的時候 就是在1980年正式上映的電影 例子片《學彩》 其實《學彩》就是在這麼多年前 四十多年前 英皇電影的老闆楊秀成博士 第一部投資的電影 所以正如你剛才在片段尾段所說 都真是本轉我們今天的主題 一直初心不變為電影藝術學彩 所以未來英皇電影 將會繼續本轉這一份初心 為電影駐入生命 並且用電影、透過電影 可以將時間變成永恆 一切都掌握在大家的手中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可以為大家 介紹非常多個精彩的電影項目 首先會介紹在本年上映的電影項目 我們邀請到很多主廠 都會和大家陸續見面 第一部電影要介紹的就是《金手指》 冠影的故事就是以香港80年代 作為時代背景 而這部是一部懸疑犯罪片 由莊文強執導、黃斌監製 電影的主影包括了有梁朝偉 劉德華、蔡卓妍等人 馬上送上先到預告 劉德華、蔡卓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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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你真的会无事 正式开始 我们今年到2023开始新聚幕 我们有请今首节的导演 创文强监制黄斌 同时也有请演员 梁朝伟、刘德华、蔡卓妍、音达华 方中信、泰宝、陈家乐、周嘉怡、陈家琪 欢迎金手指的主厂团队 首先当然想和庄道聊聊天 我知道之前也有不少的技巧 很多朋友也想了解多一点关于这部电影 但你也不是透露得太多的 今天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点 大家都很期待再看华仔和韦仔和他们再合作 就看刘先生和韦仔和这么多好的演员合作 继续保持非常高度的秘密 有没有少许惊喜可以透露一下 电影也是看好的 不要说太多 放过你了 今年我们上画的时候 可以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惊喜 好 那我们以此期待着 接着又访问一下王监仔 监仔 我知道其实每一次庄道的制作 都是充满着惊喜 大家都非常期待 但这次有没有什么地方 你觉得他自己也有突破的呢 这个惊喜刚才大家看到的 就是二十年后 梁先生和刘先生 在《一家阿菲林》里出现了 加上这么多演员 这个应该是最大的惊喜 应该是 韦仔 其实你看到这个片段里面 好像充满邪气 自己拍摄这部片段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挑战 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新鲜的角色 我很少有这些 有机会有这样的尝试 那今次 我觉得是 好好玩 因为怎么由一个 普通人 受到高等教育 而后来因为很多恩怨 的机遇 让他慢慢变成一个 世纪诈骗案的主脑 我觉得是很新鲜 你这样听也觉得很有兴趣 是 绝对是 除了对这个桥段很有兴趣 当然就是更想了解 你们两位男主角的合作 八哥 你好 二十年后再和韦仔合作 感觉如何 重新再审议一下韦仔这个人 因为以前的角色 和这个真的有很大的分别 今次和他一起演 感受到他另一份邪气 还有在台上 大家都看到很多很多其他演员 因为我是做一个调查员 基本上我和所有人都有机会对手 看到我们现在电影圈 其实有很多很多新的 也会让大家很有惊喜的演员 热之其待 阿莎 这次拍摄有什么感受呢 很开心 可以和这么多影帝 和很好的演员合作 而且这次的角色是很不一样的 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角色 好 那华哥 任达华先生 刚才听过刘德华 他就是演员一个调查员 你的角色又是怎样的呢 一个学历很高 在外国回来 一个太有钱的人 但原来发过 贪男两个字 贪性 贪性不怕输 我认为这个输 我认为这个输 真的输得很惨 所以其实 在任何一个地方 贪男不是一件好事 好 那请教一下 Alex 方正信 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下 你这次和哪一位演员的对手 比较多 我说开心得不得了 可以和这么多影帝 一起合作 不收钱也要拍摄了 好 请各位的主场可以站起来 也都请各位的传媒朋友准备了 我们先来一个大合照的时间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电影金手指敬请期待 麻烦大家可以先到台下就座了 谢谢 刚刚看过就是华丽80年代的香港 那我们时间先 立即跳回来现代 马上要介绍以下 一个比较火爆刚烈的香港又会是怎样的呢 电影《爆裂点》 是由林超然监制 兼且担任总导演 梁凤英监制 和《维汉执道》 电影的主演 包括了由张家辉 陈伟霆 梁乐施等等 马上为大家送上 先到预告 维汉执道 来 小贝勒 剩一条 沙发了 太快了 谢谢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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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力量的爆裂点 马上邀请主唱团队 分别有请监制以及总导演林超然 有请监制梁凤英 有请导演唐维寒 接下来有请演员张教辉 陈伟霆 譚俊燕 楊天宇 周秀拿 麗俊 欢迎爆裂点的制作团队 掌握着这个时间 首先当然要问一下监制兼总导演的林超然 大家都知道你拍动作片一定是精彩绝伦的 今次但是兼顾两个身份 又监制又是总导演 会不会特别辛苦呢 或者感觉是怎样的 辛苦就一向的了 那我觉得 做监制第一次 那 揭尽所能 保障所有的东西 最重要 就是把关 台前幕后 希望导演 尽量 舒服一点 那满不满意 一众演员的拼搏度 躺身度 因为其实都 我们剪了之后 都有一部分的人看了 外面的人 就是 找些人回来给一些意见 那样 那每个看完都是 哇 好像 整部电影 嗯 那些说话你自己不讲 大家 看到都拼命去做这件事 是 那接着等于问一下唐导演 唐导演 一来就越想魔鬼导演 你自己的感受 是否很幸福 是很幸福 很幸福 和很幸运 那作为新导演 就是 第一部电影 可以在Lando 和Candy监制 指导下 走出来 的确是很幸运 都希望这个幸运 在爆裂典上延续下去 好啊 那嘉辉哥 十年之后再和Lando合作 这次又怎么样呢 我觉得他 比年轻人更努力 那我就会辛苦一点 是 那自从他在激战 那么久 其实我每天都想起来 因为我每晚去采矿 清洁鼻子的时候 因为手指断了 常常都不能清洁 那我尝试用右手去代替左手 原来不行的 所以我每天都会想起来 今次没事了吧 今次OK 今次少少东西 扭伤直腿而已 那算是幸运了 就是为艺术而牺牲 那接着访问一下William William 我贴了很久 就是 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组合 那因为我有一段时间 没有在香港拍戏 所以其实我一直在心里 都很想可以有机会 前辈们也好 我心目中的偶像也好 可以给一些机会我拍戏 所以其实拍到这部戏 我去到现在 我就算和嘉辉哥说 和导演说 都是这样说 我都会回眉 就是拍完戏 每一天都会想起 每一场戏 我觉得好像很梦幻 欢迎你继续拍更多 精彩的香港电影 多谢 爆烈点的团队 我们请大家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大合照的 谢谢 好 我们不如先请各位 先向正宗的位置看过去 看看中间的位置 谢谢各位的传媒朋友 接着可以向左边 然后可以向右边的传媒 谢谢 好 谢谢各位 以此期待着爆烈点 谢谢 请就座 看完这一步 可以说是动作感十足的电影之后 带大家进入一个斗志斗力的罪恶世界 电影《内幕》 是由麦兆辉执道 田启文监制 郭富城 吴振宇 任达华 方忠信主演 先送上千道预告 看看有什么内忙 是由麦兆辉执道 是由麦兆辉执道 就是一些不见得光的字 提供服务 就是一种方法 整个过程 是由麦兆辉执道 要花钱 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上 灭这种消息 我要做一件正的事 总之不要再抖这件事 我不想你像他那样健步 叫你做我做我 是否你偷走我良益 所有人要杀你 你这样做值得吗 你相信我没有你期望 我不怕 你等着什么 你十分钟不出来 我就会冲进去 你现在是一个选与大律师吗 我自己 有请内幕这部电影的 导演麦兆辉 监制田启文 好想首先捉住两位谈论 先 因为有很多问题 想问你们两位 好不如先和麦导演聊聊聊 有什么内幕消息 可以在我们今天发布会当中透露一下 内幕当然是慢慢去看的 是 因为我一直发犯罪片 我对这些犯罪题做很有兴趣 我特别对洗黑钱 有些研究 是 结果找了 一个这样的帝座 我知道你们这个组合 已经有名堂 你叫做麦田组合 这个麦田组合 你觉得有什么新的惊喜 我应该说 麦田组合 其实我们两个是适与美时 而很多人不太清楚 其实我和Alan 一早就在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自组公司 只不过我们就没有什么 去说这件事 也没有什么爱人 不知道 这次在电影上的合作 就是内幕 是什么时候 开始诞生了这个主意 或者主题的呢 我想电影题材 其实一直 你平时接触那些 你看那些犯罪新闻 你都 有个种子在那里 是 不过什么时候 才会做研究 或者整个故事成熟 不知道的 你问我这个题材 可能五六年前 已经有在 讲年份 其实我知道两大男主角 郭富城和吴振宇 已经22年没有合作过 怎样可以密释到 他们两位 重量不配加盟呢 我觉得很幸运 因为 他们看完剧本 他们两个都很喜欢 那个火花也很大 我自己觉得 以此祈祷 我知道 虽然今天郭富城 就有事未来香港 不过呢 他都有一些说话 想在今天透过片段 跟大家讲一下 不如一起看看 Hello 大家好 我是Aaron 郭富城 首先我在这里 祝贺英皇电影公司 今年在Filmmark 举人来一个 这么盛大的发布会 圆满成功先 而在这么多推介的作品里面 当然 包括有 尤墨兆辉 有 我主演的电影 《内幕》 本来我也希望可以 亲身来到演唱 不过 因为这段时间 我去了美国 做我的世界场面演唱会 所以就来不了 sorry 不过 拍摄《内幕》这部电影 我是拍得很开心 和很喜欢这部作品 至于有多精彩 不如我交给 麦兆辉 和鎮宇 亲身跟大家介绍一下 里面 有多么 特别 记得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 内幕 麦兆辉 已经在台上了 不如我们邀请一众演员 包括了有真语 有请吴正义先生 也有请任德华 方忠信 陈国邦 周礼奇 还有汤儿 李靖君 姜大伟 陆应棍 和张文杰一起来和我们聊聊天 我来说 我来说 怎么回事 我来说 我来说 你做什么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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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内幕的主唱团队 刚才晨晨就已经立即把球交给郑宇了 不如请你说一下今次的合作是怎样 好像发觉我没有见晨晨没有合作过 同台演出也有很多年了 22年了 好像高了 不是 演技高了 整个人都高大了 整个人都高大上了 他成熟了 故意留出表演 他看了表演很年轻的 很好笑 因为做完最后一天 他看了表演 他说跟你们那些比较成熟的演员 是要扮演高大一点 所以很有趣的感觉 真是仿如隔世 很久没见过他 最重要的是和导演仿如隔世 导演是否 导演 不要这么说 这次任大华和阿光 你的角色是一个危险人物 来个播放 又跟大家透露一点 透露一点 说是内幕 内幕真的不能透露 少少 少少 你看晨晨她这么黑色的酥 你看我这边有白色的酥 白色的头发 你说黑是不是黑白就是白呢 其实不是的 可以转转的 所以这个是危险人物 危险人物永远都要死的 好 谢谢你的大吐露 好 接着就来到Alex 所以麻烦你介绍一下你电影里面的角色 好 很感谢导演肯找我做这个角色 因为是一个很坏的角色 即是很不讨好的角色 可能我个人本身是这么不讨好 anyway很感谢你 可以找我做这个角色 导演 谢谢导演有没有回应 下次找他做个更坏的角色 谢谢 好 谢谢各位 我们请这个时候又拍了一下大合照 我们是有请内幕的专创团队 也请传媒朋友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先向正宗后方的方向望过去 谢谢 然后我们给左手边的传媒朋友也拍张照 我们的左手边 最后来到我们的右手边 好 谢谢 期待着电影《内幕》即将会在本年上演 请周一耍 Thank you 经过一轮斗智斗力的项目之后 我们镜头一转 让我们看看香港执法部门 究竟他们平日要面对多少艰巨的任务 马上就是我们2023年即将上映新片的最后一套 电影《海关战线》 是由优禮图执道李敏编剧 并且由张学友 謝霆锋 林家印 刘雅塞 吴振宇主演 马上透过以下的线道片段感受一下 究竟海关他们执行有没有高压程度 Na665 从本第三方的启动 调起车 超温为净 满军无天 新的掌握 反过去 £10 警方可以挫抗的嘛 挫抗… 大姐,你挫抗 大姐,你挫抗 你朝中微笑 digo… 很流暢 外戻 原來海關謎聲是這麼高的 馬上有請主創團隊 我們先有請 導演優禮濤 編劇李敏 欢迎两位 接着又邀请各位主演一起来到台上 有请演员张学游 谢霆锋 林家印 刘瓦瑟 吴振宇 米雪 关志斌 陈家乐 石修 Brahim 韦思雅 杨天宇 朱天 还有刘若宝 好 好 我们掌声欢迎台上海关战线的主唱团队 当然首先我们要和Herman导演聊天 Herman 我知道你拍动作片 大家也是很熟悉的 知道一定是精彩作品 但这次拍海关人员做题材 为什么呢? 其实拍戏 我自己会想 还有什么穿制服的未拍 或者拍得少一点 其实好几年前 另外一公司也曾经想搞的一个海关故事 不要了解 到了去年 Jason突然跟我说海关两个字 我就说好 就搞了这个戏 李敏导演 我知道你做编剧也比较感性 你笔下也有很多很感性的著作 会不会制服团队在你的笔下 也会有感性的一面在电影当中看得到呢? 是的 觉得一个人穿着制服 和做普通人 四下制服的时候 他们可能很大机会 有一些心理的糾纏 这些应该是很大的发挥 而且演员也觉得很好玩 那当然要问一下演员 学友好没有玩? 很久没有见过你拍动作片 你拍的经验是怎样的? 我想大家不要搞错 刚才你看到的所有动作 就是我全部的动作 全部 其实真正的动作是亭峰他们做的 所以我想我也不算拍了动作片 有份主演动作片 我们这样好吗? 是 亭峰我知道你除了多动作 我知道你除了演员之外 还做了动作指导 两个身份会不会特别大挑战呢? 这次第一次有这样的尝试 但是毕竟自己也在这个行业 其实也有二十年的时间 也很好 但是有导演和监制去 他一直在街上住是可以的 那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 应该鎮雨就会最首度拿来 因为都见过你演很多制服团队 或者是一些执法人员 你会不会觉得拍这部电影特别轻松一点? 也不是因为要重新背 部门的所有的术语和规矩 因为每一个制服的部门所操作 和说的东西都不同 都挺难搞的 也是一个挑战来的 好 那当然了 再一次给我们多一点一点的掌声 大力期待这部电影 《海关战线》在2023年将会正式公映 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 来一个合照的时间 麻烦各位工作人员 我们再次有请正宗的传媒朋友 可以先把握这个机会的影响合照 今次我们先看一看右边 好吗? 我们看看我们的右手边 最后给左手边的传媒朋友 谢谢各位 请大家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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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烦恶做的? 上下 我覺得同時是三個人的老婆 我會笑嗎? 所以剛才媽媽才有衰弱 我叫你不說 好… 不是你們以為我在幹什麼? 你也可以嘗試不叫我做老公 我自己搞定 人家在這裡, 你不用自己死 我就給你多次機會 放我走 好 好 逗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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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我们今天发布会的 2023开启毁建议新势力 有请几位导演来台上 让大家认识一下你们 有请导演 陈茂言 吴家伟 刘伟衡 罗绯恒 罗耀辉 梁國輝 歡迎幾位導演 首先可以成功拍攝到可以有trailer看 都是不一樣不容易的 所以首先恭喜各位導演 也歡迎你們參與今天的電影巡禮 不如在這個時候 我們逐一介紹幾位導演給大家認識一下 陳茂妍導演請你搭前一步 給點掌聲鼓勵一下好嗎 他首部的電影作品是愛情喜劇 不日成婚 即將上映就是不日成婚2 由原班人馬陳家樂 衛斯瓦朱柏康 沈家琦和譚善賢 還有梁思榮主演 謝謝你 接著我們認識一下吳家偉導演 吳家偉導演剛剛為英王拍了三部的作品 包括了由方中信、呂良偉、張繼聰、 安智傑、陳家樂等人主演的 警匪動作片《衝鋒》 另外有由黃宗澤、張繼聰 還有陳家樂、周麗奇等人主演的 動作電影《摘跡2》和《摘跡3》 謝謝 然後認識一下隊長劉偉行導演 對上一部和英王的合作 就是某日某月 現在正在製作中溫情的喜劇 出租家人 由曾志偉、甜柳、周家儀、陳家樂主演的 謝謝你隊長 接著想介紹一下是羅耀輝導演 Hello 他首部的作品《幸運是我》 為到孔姐為英雄拿了很多個影口的樹榮 而即將就有窩心親情作品《望月》 是由李麗珍、李靖均、陳澤民和Color的心靈所主演的 Thank you 最後想介紹的是梁國輝導演 他首部的作品剛剛完成了拍攝 它就是靈異喜劇叫做《音目精訊》 由ERROR四子、藍球女神Mandy譚文圈 以及國師所主演的 這個時候我們請五位的導演 不如站在一起吧 我們拍張合照好嗎 趁著這個大合照 我們一起見證著2023年的新勢力 謝謝幾位導演 請到台下就座 Thank you 除了台上我們剛剛認識過的五位導演之外 還有一位導演 就是曾經執導《暗色天堂》 以及《死因無可疑》的袁劍偉導演 其實他接下來除了有奇幻的動作片 叫做《女影愛合》之外 還有一部犯罪劇情片叫做《盜月者》 剛剛今天就在日本正式開鏡了 所以他暫時未能夠來出席我們的發佈會 不過這部戲有什麼演員呢 以下的片段可以透露一下 好嗎 聽說這次拍攝偷東西 不知道有誰拍攝 不就是看我吧 導演有跟你說嗎 沒有 好… 接著我… 你? 你敢走嗎 我跟導演少拍一點 我跟導演說吧 導演 你好… 導演… 少拍一點也可以 可以嗎 好,特別演出,好嗎 好 好 但一定要有1、2、3、3人在一起 好 好 很棒 去哪裡拍攝 我們去日本拍,好嗎 很棒 怎樣?那就來吧 去吧,馬上 好 各位觀眾 不好意思 我們沒辦法親身出席FILMARK 所以你們看這部影片的時候 我們已經開機拍攝了 期待在螢幕和大家見面 期待這個新的組合 有些新的勢力真是帶入我們的香港電影圈 經過我們介紹過一系列在製作中的項目之後 我們要看看今年的英皇電影計劃開拍的項目 由於電影尚在策劃的階段 所以未有片看 不過我們非常肯定他們一定是觸目的劇制 事不宜遲我們逐一邀請幾位導演的主創 和我們在2023開啟新未來 2004年的時候有新警察故事 20年之後有新警察故事而即將開拍 有請監製及演員成龍大哥 有請導演及演員謝霆鋒先生 也有請演員蔡卓妍小姐 演員蔡卓妍大師 大家好 成龍大哥你好 你好 歡迎你 好久沒見過你參與香港電影的拍攝了 我好開心 今次可以見到你 有甚麼元素吸引到你去參與重磅加盟 首先就是《警察故事》这四个字 因为《警察故事》我当年花了很多很多的心血 而且也受到世界影迷喜欢的一个系列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次谢霆锋做导演 这个吸引到我了 霆锋 这次是你第一次做导演 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这些全部都是大哥的安排 但是因为确实是一个二十年前的情怀 我们也很希望可以延续到这个故事 所以大哥说什么就什么 阿莎呢 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角色是二十年后的一个演组 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 有一天阿姐生打给我 《新警察故事》也认为你 我说好啊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对班底的信心 一个电话就可以了 我们要请这个时候给我们拍摄的时间好吗 我们有一个拍照的合照时间 我们请工作人员 我们首先给正后风的传媒朋友 接着看左手边的传媒朋友 谢谢 然后回来右手边的 谢谢 有请成龙大哥和阿沙可以先到台下休息 所以亭峰我想请你留一留步 因为未来又有你份 然后就要介绍第二部的计划项目 就是《怒火蔓延》 马上邀请另外的两位主创 分别有监制及演员刘德华 以及导演郭子健 当然也是我们的台上 谢霆峰 电影仍然是筹划的阶段 不过也想率先问一下Derek导演 我知道这部《怒火蔓延》 就是你第十部的电影 其实可不可以透露一下这部电影 大概的内容是什么类型的电影 火爆 是 之前陈穆胜导演拍出来的 这个作品是一个很独特的电影 我很喜欢这个电影 亦都很希望延续这种精神 去做一部非常有创意 和很火爆的动作片 那为什么会邀请你身边的两位 做男主角呢 这两位都是我很喜欢的男主角 我和刘先生就之前 他有监制我的电影 有合作 那和亭峰 我们都算是適于微视 那时候我还是做副导演的时候 就有参与他的作品 当我有这个机会 能够做一部 比较大型的电影的时候 我很希望跟我两个 很有合作的经验 而又是我很喜欢的演员 可以做这样的合作 嗯 我知道其实 华刚你都监制了 整二十部电影都有了 我想 这次也是 参与这部电影的制作 又有什么新突破 或者新的东西你想试一下 首先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和木星继续合作 因为由《天有有型》开始 我就和他一起 每一个年代 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电影 《新少林志》 今次《新少林志》 又和亭峰在一起 也希望可以真正拍到你 因为由《打雷台》开始 他的创作是一种独特的味道 希望今次可以有一个新的面貌 多谢 亭峰你又如何去期待这个新合作呢 希望准备功夫做得足一点 因为我知道会是一个很难得的过程 好 我们都非常期待着这部电影 多谢各位 我们请你有一个合照的时间 谢谢 好 我们有请三位可以站起来 我们先向正中后方的方向往过去 谢谢 然后我们看一看左边的传媒朋友 是 然后我们给右边的传媒朋友 都可以拍到这一张合照 谢谢各位 我们有请刘德华先生和Derek导演先行到台下座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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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 我们是监制梁凤英演员 另外还有陈伟霆 杨天愚 还有陈伟霆 杨天愚 其实Lam导演 我知道你和庭峰都可以说合作无间 大家都事隔十年了 再次重逢 又可以在大营幕当中看到你们的合作火花 这次有没有什么想新的去挑战一下庭峰 我刚刚下听到很大的挑战 变成了导演 是的 很大的挑战是导演 一直看着他 由演员 然后自己拼命去做动作 现在还做指导 又训练很多新人 就是去帮香港的动作 值得敬佩 好 给点掌声 Kendy姐 我又想请教你 这次无限任务 你会动用多少兵器 又或者想去多少地位做拍摄 预算上如何好呢 那些重装武器在洗澡 秘密那些先收起来 是 那我们的预算 杨博士没有问 预算是以前这样 听过一部戏叫80日环游世界 那你也只有80日 OK 可以吗 导演 可以吗 谢导演 我不知道 你两个说 William 老板这次开放预算 哇 他说无限任务 无限预算 无限预算 老板扁了嘴 老板刚刚扁了嘴 好 我们继续期待 无限期待 然后 除了在今次的片段当中 我们也很期待之外 我知道今次在新尝试 William 你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你会想在透过这部电影当中试一下 首先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任务 因为其实我也是 因为阿Lando是很特别的 爆裂点的时候 他会跟我踩单车 踩完单车有一天他就说 韦婷我帮你写了一个角色 那就自看剧本 所以其实我对于导演是无限的信心 所以其实到时他要我做什么 我就可以做 好 真的很开心 如此期待这部电影 谢谢 谢谢各位 请来看看再休息一下 不过我们先拍合照 好吗? 不好意思我们先拍合照 好吗? 我们给传媒朋友 在我们今天压续介绍的这部电影 主創团队当中 都可以拍一个无限任务的大合照 谢谢 我们先向正宗的位置望过去 接着看看左手边的传媒朋友 谢谢 然后来到右手边的传媒朋友 好 辛苦了各位 请坐座 谢谢 听风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英皇电影所有的电影新项目 已经介绍完毕了 在这个时候要来一张世纪大合照 我们在这个时候邀请 各位的嘉宾主创和出品方 一起来到台上做合照 请有以下的嘉宾 在我们台的左手边来到台上 有正英皇电影梁林小姐 英皇电影邵健秋先生 接着有请英皇电影邱汉雄先生 英皇娱乐张雅丽女士 英皇娱乐霍文熙女士 另外还有英皇娱乐佩斯女士 有请导演彭秀惠 导演罗耀辉 导演罗耀辉 导演陈茂妍 还有导演梁国辉 现在下来请导演员和演员 在台的右手边来到台上拍合照 有请导演刘伟恒 导演吴家伟 另外有请演员沈家琪 李静君 许静云 艾妮 劉若宝 郭思 朱天 还有黎俊 有请以下的导演和演员 有请导演 有请导演 有小智 梁静女士 导演管虎 有请江浙王斌 还有导演庄文强 沈敬芬先生 导演林秋莹 有请江浙王斌 欢迎各位 以下的监制和导演 也请你们来到台的右手边的方向上台 有请监制梁凤英 导演 导演 麦兆辉 导演 邮丽图 导演 郭子健 导演 唐维漢 也有请监制田启文 編剧李敏 演员 姜大伟 陆映君 张文杰 李敏 果然是人才赛四下 接着有请一众演员来到台上 請一众演员来到台的左手边位置 有请一众演员来到台的左手边位置 有请演员陈国邦 周嘉怡 周丽琪 關志斌 米雪 林家欣 刘瓦執 陈伟 吴振 江宇 謝霆凤 接着来邀请以下的主演在台的右手边来到台上 有请梁朝伟 劉德华 张学友 任达华 蔡卓妍 方忠迅 陈家乐 周秀娜 蔡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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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请华文影像集团总裁贾璐女士 有请上师文化副总裁张俊杰先生 营都机构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凯先生 有请 有请 粤文集团旗下 心力传媒集团 高级副总裁兼心力电影CEO李明先生 猫眼娱乐CEO郑志浩先生 有请阿里影业总裁李杰先生 粤文集团首席知行官秦武先生 同时有请广东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蔡富清先生 好然后有请几经文化集团董事吴宝安先生 博纳营业集团 此创人董事长于东先生 欢迎 跟着有请成龙大哥 有请英王集团副主席杨精龙先生 天下一集团有限公司古天楼先生 有请华裔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广东李先生 欢迎是传媒集团主席董平先生 有请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席许桃先生 东方影与主席王百明先生 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志伟先生 有请安乐影片有限公司总裁江志强先生 欢迎国际集团主席林小明先生 欢迎国际集团主席林小明先生 也有请中营集团董事长傅若清先生 还有紫金文化董事长毛超峰先生 最后当然不少老板英皇集团主席楊秀成博士 好 我们有请传媒朋友准备好把握住这个机会 影响这张的大号召唤 我们先请抬送那位的嘉宾向正宗的方向望过 我们先看正宗的方向 让我们传媒朋友可以把握着这个机会来个大合照的时间 我们向中间方向往过去 然后请各位看看我们的左手边 看一看我们左手边的传媒朋友 好 然后我们看看右手边 看看右手边的传媒朋友 最后给多一次机会 我们正宗的传媒朋友拍一张照好吗 在这里捉完英皇电影 制作更多超小张的电影 制作更多经典作品 令到香港电影继续大放异彩 谢谢各位 多谢各位的出席 今天2023英皇电影巡礼发布会 已经圆满结束了 多谢各位嘉宾来临 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社交账号 以获取最新的电影资讯 请各位嘉宾可以从台的左手边方向 暂时离开了 谢谢